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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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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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土豆味的松饼 土豆松饼 这个我知道 曾经在我们的美食屋里教大家做过 看来小朋友对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关注 那好 今天我们的口味又有所改良 做的是水果松饼 首先这个是刚才我们已经认识过的面粉 来 一起来做吧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如果家中有这些材料的话 也可以赶快拿出来和我们一起拿出来和我们一起来做 第二步我们倒入一些白糖 好 接下来拿出一颗鸡蛋 像我这样在这个玻璃碗的边上磕三下 一 二 三 拿出我们的牛奶 倒进去 好 接下来我们用勺子把它充分地搅拌开 都已经搅好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面糊变成可爱的松饼 哇 我们的饼已经做好了 就是这个看上去营养又美味的松饼 我们可以闻一闻 闻到香味了吗 闻到了 现在在小朋友的面前摆放着很多水果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首先我拿出这个颜色的体板 这是什么颜色 黄色 先把你面前黄色的水果找出来 黄色 它的名字叫 橡胶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颜色 绿色 苹果 都有什么 苹果 这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的水果有哪些 红苹果 蓝果 没错 我们刚才认识了很多的水果 分辨了它们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制作这个水果松饼了 首先 拿出一个松饼放在最下面 在上面放两片猕猴桃 摆完之后就是这样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 拿出第二个松饼 盖在猕猴桃的上面 然后这次我们要放什么了 猜一猜 火龙果 对 火龙果 同样放两片 注意这个方向要对好 哇哦 哎 放完之后是不是 同样非常的好看呢 我们在上面再盖上一个松饼 最后我们可以在上面挤一些草莓酱 好 最后就是我们的画龙点睛之笔 拿出一颗蓝莓 把它放在最中心的位置 哦 这样我们的水果松饼就做好了 好的 我看到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做得都很棒 哎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没关系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做得好棒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品尝美味了 不过 在我们品尝美食之前 一定要记得什么呢 收拾桌子 对啦 要把手洗干净 把我们的桌子也收拾干净 擦擦桌子 洗洗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杯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 在面粉中加入牛奶 鸡蛋 搅拌成面糊 第二步 将面糊摊成小松饼 第三步 在每层松饼间 加入猕猴桃片 火龙果片 淋一点果酱 哦 这样美味的水果松饼就做好了 欢迎回来 好的 现在我们的桌子已经收拾干净了 我们要正式的品尝美食 来吧 小朋友 哇 非常棒 咬上一口 既有这个拌饼的酱味 又有水果的清新 还有草莓酱的甜味 哎呀 简直是绝佳的配合呀 哎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相信你们也学会了吧 其实啊 在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也带来了他的礼物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哦 今天大厨会带来什么样的松饼呢 哈哈 一起来看看吧 哇哦 好漂亮啊 哇哦 好漂亮啊 摩尔 想想 长一口呀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带来的美食分享 同样也要谢谢 我们今天的美食搜索员 道哥和摩尔 那我们四位小厨师呢 他们表现得很棒 也将获得我们栏目 送出的奖品 本栏目的奖品 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 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奥姆牛奶 一共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吃了美食以后 是不是觉得肚子有点撑呢 赶快站起来 和我们一起活动活动吧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海底旅行 哇 海底旅行开始啦 哦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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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大钳子 哦 螃蟹 螃蟹 横着走走走 哦 章鱼 章鱼 长鱼 长鱼 把条腿 哦 章鱼 章鱼 一起悠悠悠 我们找到了那么多的好朋友 让我们一起玩起来 哦 胖蟹 胖蟹 两只大钳子 哦 胖蟹 胖蟹 哼着走走走 哦 章鱼 章鱼 长长八条腿 哦 章鱼 章鱼 一起悠悠悠 哦 贝壳 贝壳 隐隐的外壳 哦 贝壳 贝壳 飞上呼呼呼 哦 海豚 海豚 身体远滚滚 哦 海豚 海豚 一起悠悠悠 我是道哥 我是摩尔 小哥和摩尔 一起看足球 哦 摩尔 您快看 双方队员都准备好了 嗯 是呀 比赛就要开始了 摩尔 摩尔 裁判员是在抛硬币吗 是的 没错 哦 摩尔 那足球和硬币有什么关系呀 哦 别着急 让我来告诉你吧 在比赛开始时 摩尔员会置一枚硬币 表示球队小门别开正反 赛队对的球队可以选择上半场的进攻方向 而没有赛队的一方可以上半场先开球 下半场的时候 双方会交换场地 快看 比赛正式开始了 哎呀呀 真是太可惜了 嗯 是呀 差一点 球就进了呢 哎 摩尔 裁判员掏出这两黄色的牌是在做什么呀 这个呀 让我们先来问问小朋友们 看他们知不知道吧 黄牌表示讨厌 红牌表示喜欢 红牌 球员犯规的时候 裁判就会举黄牌代表提醒 如果球员再次犯规 那就举红牌代表下场 小朋友们回答的真的是太可爱了 不过我们可不能小瞧了 裁判员手中这两张牌哦 红牌或者黄牌一旦出现 就表示场上有队员犯规了 而且要受到处罚 处罚 呃 摩尔摩尔 你快给我们讲讲 是什么样的处罚呀 黄牌表示警告 红牌会将球员直接罚下 不能继续参加比赛了 如果一名球员在同一场比赛中 得到两张红牌 等同于一张红牌 也就是两黄等于红 被罚的球员也要离开比赛 而且球队也不能用够费队员补上 球队只能在缺人的情况下继续比赛了 哦 那想要赢的比赛不就变得很困难了吗 哼哼哼 道哥 你说的没错 所以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在踢足球比赛时 也一定要记得遵守比赛规则哦 在之后的节目里 摩尔还会继续和小朋友们分享 看足球比赛需要掌握的其他知识 千万不要错过哦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溜溜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溜溜 铃铃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 嗯 好的 铃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陈雨霜 今年六岁了 我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小女孩 我平时都在喜欢跟好朋友一起玩了 对了 我还特别喜欢轮轮滑 你们看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了 哇 真是太棒了 咕噜咕噜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智慧树官方微博微信 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树家族 进行互动交流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发热微博和我一起分享 艾特娃 艾特娃 船长照片和我一起分享 艾特娃 艾特娃 快点来信吧 咕噜咕噜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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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咜咕噜咕噜咕噜咜噜 小朋友们 赶快行动起来拍下你家的花式全家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